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表示 由于新冠病毒在家庭中迅速传播 因此加州的疫情仍在加剧 而洛杉矶县身为加州人口最多的县 如今每6秒就新增一例确诊病例 贾西提表示 虽然洛县居民戴口罩以及遵守防疫令的比例很高 但是仍然报告大量病例 该县因为该病毒死亡的人数占全加州死亡人数的40% 高传染力的变异新冠病毒入侵南加州 让疫情雪上加霜 位于洛杉矶东侧的圣伯纳迪诺县 已经确认了两起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 上周圣地雅各县也确认了4例 病例一发不可收拾的增长 加州的医院也已经爆满 截至1月3日的统计 全加州有超过20600人因为新冠病毒而住院 其中有4500人在重症监护病房 人口大县洛杉矶则有7544名新冠患者住院 其中有21%在重症监护病房 加州的消防以及救援互助系统 也已经投入到这场疫情之中 该系统以往多用于应对山火、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 加州应急管理局发表声明表示 辅助医护人员以及紧急医疗人员 将被部署为期14天的任务期 以协助加州各地的医院急诊室以及其他人员短缺的部门 从圣华金河谷往南到墨西哥边境 加州南半区域受到这一波疫情高峰的严重影响 该地区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无力再为新冠患者提供床位 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、教室、会议室等其他地方建立病房空间 包括落线在内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救护车在医院外等待数个小时 才能将病患送进医院的窘境 与此同时 冷藏卡车也在医院附近待命准备存放死者遗体 因为停尸间以及殡仪馆也因为死亡人数激增 而无法提供完整服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